最新的画面 全世界都在观看这一刻 这是川普当选 他现在已经来到了台上 要发表他的上选演说 根据了福斯新网网的统计 川普是率先拿下了 277张的选举人票 提前也打败了 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 川普确定当选美国总统了 78岁的他 也要重新入主美国白宫 并且成为了美国时尚 就任时年纪最大的总统 而78岁的川普呢 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 2016年他赢得了大选 但四年之后被踢下了大位 如今的他要发表演说 一起来听听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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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谢谢你们所有人 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 上千的朋友都在此 非常惊人的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从来没有人看过 并且 这会是老师说 这是最棒的一个政治运动 这个国家发生过最棒的事情 接下来要达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重新痊愈 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国家 需要帮助的国家痊愈 这个国家非常需要帮助 我们要把这个边境的问题处理好 我们今天会创造历史是有原因的 我们克服了所有的问题困难 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够克服得了 并且我们达到了最惊人的政治目标 好 看看现场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一场政治的胜利 我们国家从来没有看过的 我们要谢谢美国人民 让我们成为再度拿下了47列的美国总统 所有的市民 我们你们及你们的家人都是我来为你们 我将来会为你们奋斗 每一天我的每一口气在我的身体里 我不会休息会为你们奋斗 我会为我们下一代的繁荣所努力 这将会是美国的黄金年代 绝对会是 这是个惊人的胜利 能够让我们让美国再一次伟大 这一次的战场包括北卡莫莱加州 乔治亚 宾州 威斯康辛 我们现在都拿下了 并且连密西根 尼巴拿都拿下来 至少会拿下330个选举人票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面的这些论坛 是更容易 但是胜利之路从来都不容易 我们另外还有苦选人票 也表现得相当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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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能够拿下补选人票的胜利 是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好感觉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 感觉到非常多的爱 许多不凡的人站在我的身边 这些人跟我一起经历了这一场旅程 我们将会让你非常快乐 非常骄傲 我希望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凡的一个时刻 当我投给这些人 这些这么好的人 当我决定投给这些人的时候 美国给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 并且非常有权力的 我们拿下的这样的一个权力 在蒙特纳 内华达州 德州 俄亥俄州 密西根州 维斯康星 以及非常重要的兵州 我们都是借由Me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运动而已 在这些各州当中 我们都与各州的这些参议员 以及各州的政府一起合作 他们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做了两到三个合作 从来没有能够想得到的 所以我们要谢谢各位 在各州的参众艺员都非常地合作 我们当然也要保住现在呢 国会当中的喜次 我要谢谢迈克祥森 他其实做了非常棒的工作 我还要谢谢我美丽的妻子 梅兰尼亚 我还要谢谢我美丽的妻子 梅兰尼亚 谁是谁有目前现在全国最畅销的作家头衔 因为梅兰尼亚其实最近是出了书 也是因此川普会这么说 她做了非常棒的工作 非常努力 她做了非常棒的工作 相当出色 努力的工作帮助人们 我要谢谢她 不过我要谢谢我全家 我非常惊人的孩子们 他们真的是很棒的孩子 我们总是谢谢我们的孩子不是吗 大家都会谢谢他们的孩子如此的出色 这是一个很棒的心 当你觉得他们很出色 Donne Ivanka所有台下我的孩子们 以及我的孩子的配偶们 我的岳父 他们都是非常惊人的人 而我们非常… 我们非常想念的 Melania的妈妈 她将会很高兴如果看到我们今天 这个晚上的寝静 她也是一个非常美丽 具有动静力的女人 我要当第一个恭喜 我们副总统 范斯 副总统的当选人 我要当第一个恭喜她的人 这是一个完全… 以及她完全美丽的妻子 我们也要感谢她 她是一个非常充满豆子的人 不是吗 深入敌营 而你知道这些敌营 完全是被网络所控制的 很多人都说 先生我要做这个吗 她就只是答应了 不管是CNN 或者是其他电视台 她都会说 好的 谢谢 她接收全盘并且表现得非常亮眼 在这些敌营的媒体当中 说几个话 来上前说几句话的汉子 你好 好 好 quir utiliz quir utiliz 尖匙 界 draining 全乎 safeguarding ey willing 川普总统先生我感谢你 能够加入这个惊人的旅程 並且給我信任 我們剛剛贏了這場 史上最棒的政治戰役 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 我們絕對不會停止為你的夢想 以及你的孩子戰鬥 並且贏得這場政治戰鬥後 我們會再打一場 最棒的經濟戰鬥 我們也會打贏 謝謝各位 結果她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我相信她在一開始 我早就知道她的腦袋 會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她的才智 她的家人 接下來是年 我們會把這個國家翻轉過來 做許多特別的事情 我們會把這個國家翻轉過來 做許多特別的事情 我們會把這個國家 我們如果要再等長一點的話 我們不知道這個事情怎麼會復甦 但是我們會趕快關閉邊境 讓這些不該來我們國家的人 不要再來 我們要讓該來國家的人 讓他們回來 但這些人就算要回來 必須要合法地回來 但這些人就算要回來 必須要合法地回來 上來吧 Suzy Suzy 在這個非常困難的一些州當中 打了非常棒的一個戰役 他過去總是在一個幕後的人 他不喜歡在台前露面 這個我沒有想到說會來到台上講話 不過我要謝謝川普先生 給我們一個這麼棒的旅程 並且是一個這麼棒的47屆的總統 他將會成為一個非常棒的總統 以及我們整個團隊 就算我的老闆 在後面這個非常低調 他也是最棒的老闆 謝謝 謝謝 你看看她 我從來沒有看到她被撞到 Suzy 他們很棒 大家都在這裡很棒 所有在現場台上的人都非常棒 並且非常特別 川普 誰說的 川普 告訴你說什麼 我告訴你 我們有一個新的明星 這個明星誕生了 就是Elon Elon馬斯克 他是一個出色驚人的人 我們今天晚上坐在一起 在飛沉 冰州 看這些選戰的開票 兩個星期前 我看到他的火箭黃黃的降落 非常驚人 發著光芒的這樣的一個閃耀的光芒 我說你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一個器材 比如這樣子能夠完全降落到地面的一個推進器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推進器慢慢地緩緩向下 並且尾巴拖著這樣的一個工作劇 我告訴你 只有Elon馬斯克 全世界只有他能夠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告訴別人說 我在跟一個非常重要的男人講話 他在這邊 是史上最重要的一個人 你們知道嗎 我過去是一個總統 我現在不許這樣會再成為一個總統 因此我要求他 當你要再成為總統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告訴他 我看到這樣的一個非常驚人的 這樣子火箭掉下來的畫面 我說 喔不 他說 我告訴我的工作人員說 我需要跟他說話 我把電話放著 Elon馬斯克那時候在電話的那一頭等著 我看著這個畫面 我看到他快要撞上了 直到我看到這個火箭完全熄滅 並且非常垂直的降落 就彷彿你是抱著你的孩子那麼輕鬆 我打給Elon告訴他說 這是你做的嗎 他說這是我做的 我說這世界上還有誰可以做這件事情 俄國可以做嗎 中國可以做嗎 美國政府能夠做得比你好嗎 他說沒有人能夠做得比你好 這就是為什麼我愛你Elon 現在我們還看到有非常悲劇性的颶風 在北卡羅來納州造成許多災情 是最大的一個颶風我們史上所見過的 這樣的危險是非常驚人的 並且造成很大的風險 北卡羅來納州的人 他們當時就遭受了這個命運的危機 他告訴Elon說我們需要幫助他們 我打給Elon馬斯克 我告訴你 當時非常驚險 很多人就即將是要快死掉了 我打給他說Elon馬斯克 你是不是有一些叫做星鏈的東西 他說這樣的通訊訊號是非常好的 我們非常需要 你可以馬上給我們一些 在北卡羅來納州一些星鏈的支援嗎 他馬上答應並且救了許多的性命 他是一個特別的人 並且是一個超級的天才 我們需要保護他 這事實上沒有太多這樣的天才 他是一個超級天才 我要謝謝他 他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人 他在哪邊嗎 他在附近嗎 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他也有一個非常棒的工作 並且有非常出色的表色 這個人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人 他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 我們陪他在團隊當中 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支持 我當時幫助他了一些 我告訴他說你所從事的運動 是史上最危險的運動之一 你做得非常出色 但是他是一個充滿動力的人 他成為史上最棒的運動員之一 我希望可以請他說幾句話 因為人們喜歡聽他說話 我希望可以請他說幾句話 因為人們非常喜歡聽他說話 沒有人比這個男人以及他的家人 更值得今天的這一切 這就是國家機器追殺你的時候 我們能夠看到這個男人不會被停止 他從來不會放棄 就是最努力的男人 我從前親眼看過 最努力的男人 這個是英國 他就是值得他現在擁有的這一線 我要快快的感謝一些人 過去的這些團隊裡頭的人 美國謝謝你 謝謝你們 擁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幫助 最主要我還是要謝謝這個國家裡面 成千上百萬非常努力工作的人們 一起促成今天這麼萬丈的改變 你可以看到是在數字上面 呈現出非常驚人的勝利 這是一個特別的狀況 我們一定會讓你們 則省得有所回報 我們會把整個局勢給翻盤 這必須要翻盤的 我們一定會讓這個國家翻盤 方方面面各個層面我們都會做到 我們都會讓這一天被記得說 這一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他們能夠控制並且掌握這個國家的力量 所以我只是想說 我代表這個非常出色驚人的團隊 這些人非常的勞苦高 並且非常的努力工作 像是小肝乃迪 他將會幫助 讓美國再度健康 我們現在群眾在喊的Bobby 就是小肝乃迪的別稱 小肝乃迪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他希望他有雄心狀志 我們也會幫助他 小肝乃迪我想告訴你 把石油的問題 天然氣的問題都交給我來煩惱 我們有各種資源 比沙烏迪阿拉伯還多 比俄國都還多 接下來就享受你的美好時光吧 我們也會減稅 我們將會做出沒有任何其他人能夠做到的事 中國沒有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我們有世界上最棒的人 這或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選戰已經是歷史性的選戰 這是最大的最廣泛的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這樣子 在美國的歷史當中沒有看過這樣的事情 年輕的女人從鄉村到城市 所有人都站出來了 有許多人去分析說 現在人們的選舉的結果 結果發現來自各個國家 各個種族 不管是西班牙或者是阿拉伯 西班牙裔 非裔 各種種族的人 美麗的人們都來支持我們 各種有各式各樣背景的美國市民 根據共識來做決定 這個團隊就是有共識的團隊 像是我們希望有更好的教育 以及更好的邊際政客 這四年來我們都沒有戰爭 除了說我們打敗了ISIS 但是這四年我們都沒有戰爭 但是他會開始戰爭 意思是拜登 也就是我可以說這是一個民主的勝利 我們將會一起來成就最驚人的未來 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 我想過去這段時間好像印象中 然後我們做了超過900場的造勢 900多之類的 很多人都很悲觀的說 這是我們最後的造勢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說更重要的事情 在選前的時候或許悲觀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我們能夠做更多 為我們國家更好的事情 我們會讓這個國家更好 我們說 很多人跟我說 很多人跟我說 上帝 救我的命是有原因的 這個原因就是要救我們的國家 並且讓美國回到更好的狀況 我們將會完成這個神聖任務 稅收的改制將不容易 能源的改制將不容易 但我將會用我自己的所有 來完成這個電視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工作 最重要的工作 世界上最最好的工作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川普 確定當選了美國總統 他攝影277張的選舉人票 確定當選再一次入主白宮 沒有任何會阻止我